做一个男明星的助理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Vogue美炭作为陈晓的工作助理 要跟他一起在三亚经过一整天 想知道会有些什么样子的精彩互动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 看到自己的那种巨幅海报是什么星期啊 好很开心 小哥你供来过几次三亚 第一次来 三亚哪里比较吸引你 热在冬城 今天这个三亚天气真的非常热 你比较喜欢夏天还是喜欢冬天 比较喜欢夏天 因为我是夏天出生的吧 我不怕热 但是夏天紫外线很大哦 你知道有什么危害吗 我知道就会容易皮肤上长一些四弯吧 然后对皮肤也太好 你平时会自己去逛街吗 逛的比较少吧 逛街属于哪种类型啊 就是自己的下逛 据说三亚免税店的这个店 比国内其他的专柜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呢是一个这样子非常大的一个 逛大版的它这个防晒屏 小哥你知道吗 就很多人上镜都会容易显胖 但我有一个秘诀 就是找一个比平常还要大一点的参照物 跟他一起拍照 就会显得很小 要不试一下 好 可不可以有别的一些pose 比如说底细 你知道在女孩心目中啊 就男生除了脸好看之外 哪里好看最加分 就因为现在有很多女孩都很喜欢那种手好看的男生 小哥你的手长得非常难看一样 我的手出于肉粗肉肉管 不好看 那我们就应该多做一些手部护理 然后在这做手部护理的话会做一些 会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产品用到 你感觉怎么样啊 我感觉 我感觉 最近小哥的一个作息是怎么样的 规律吗 作息规律 那一般几点起几点吃 看还是看每天开戏的通告吧 你旁边那个机器特别的神奇 它可以看到你熬了多少个大叶 然后同时还能测试你皮肤的年龄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通过现在这个磨色 它测完的结果 你猜一下它皮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好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这个上面测试的应该是毛孔 会有一些偏大 水分会有一些低 可能是需要补水 你感觉它的肌龄差不多了对吗 差不多25六岁 25六岁 别走开下一集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